一起上街玩吧 紙飛機一起發動 謝謝 活動圓滿 在市長林佑昌和立委蔡世映 以及市議員們等人帶領孩子們 設紙飛機歡樂聲鐘 一起上街玩活動快樂啟動 這是由吉隆市政府教育處主辦 結合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過港禮辦公室 暖江國小以及社團法人台灣環我 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協辦的活動 利用週六日兩天 把暖暖區鄰近街部分封街 當成孩子們的遊戲場 拋開手機等3C電子產品 讓孩子們盡情享受傳統和創意遊戲 什麼顏色 對 這是看場 市長林佑昌表示 這項活動是過港地區改造計畫的一部分 過港社區是省政府時代建立的 示範社區對面的自來水公司宿舍群 將由市政府財政處接管 未來做進一步的規劃和使用 也包括未來寧靜街整體環境的再規劃 今天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辦這個活動 就是我們已經把對面的自來水的宿舍 全部通通通管便由紀勇室的財政處已經接管 所以未來對面的宿舍群 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一個規劃跟社區的使用 還有一個是我們在過港街這邊要做一條叫做示範道路 那我們在裡面的寧靜街 我們未來會做成是一個友善的徒步的環境 把現在我們的暖江國小要接送非常不方便 旁邊就是大馬路 還有我們的過港幼兒園接送也不方便 但是透過一個很好的這個動線的一個設計 以後校門口就會有人行道 會有接待區 會有小朋友爸爸媽媽要接送的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辦這個特工盟合作 然後這些遊戲 其實是希望讓大家重新去思考跟認識 如果未來寧靜街是可以封起來之後 變成是社區生活環境的一部分 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跟想像 立委蔡適應者指出 人本城市非常重要 透過這項活動改變街道 未來寧靜街將成為大小朋友 都可以快樂走路或遊戲的地方 人本的城市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其實剛開始城市就是人跟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想藉著今天這樣的一個活動 透過我們的街道的改變 剛才市長講的 未來寧靜街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 讓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覺得是一個快樂的走路的地方 甚至它充滿了許多遊戲快樂的地方 那透過過港幼兒園 透過我們的這個過港國小 我相信也許可能可以做得到 不過孩子們可不管這麼多 雖然天空還是下著忽大忽小的雨 能夠在平常車水馬龍的街道上 安全玩起泡泡跟街道彩繪 以及丟著海綿做的安全水炮彈 才是最快樂的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都現在是我們的潔水 從天堂 我們到達到 有時候 他就有了 有時候